到我家去看一下鸵鸟 三只鸵鸟 现在长很大了 长大了 有多重呢 我那只工的现在有十几斤了 这么高了 长得很快哦 两只母的就小一点 两只母的就小一点 拿着去看一下 是吧 但是抽点时间到我家来看 我就叫了养的那三只鸵鸟 接触一下你养鸵鸟的技术 可以 我不会保丢的 我一无一时的会叫二轮兄弟 下次也养一点鸵鸟嘛 下次我们就骑着鸵鸟去上街 让八度镇上街 之后我们调一旦 坐到鸵鸟身上去观景 那鸵鸟可以长多少钱 他说可以长三百多钟 哇 是那么大 只要差不多半年 三四个月就可以长到什么了 我今天没见过鸵鸟 你没见过啊 下次到我家里去 让你 盐饱 咽咽咽 哈哈 一饱咽咽 一饱咽咽咽 一饱咽咽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要不吃到它 只要不吃到它 懂得快吗 是啊 就是说它那鸵鸟只要有菜 有青菜叶子给它吃 它特别长得快 它就吃草嘛 不吃的呢 然后现在小嘛 然后让它吃一点点那个小鸡鸟 然后长了三个月以后 全部吃骨子 到那儿到房上跑 以前家里做那点菜 现在差不多吃完了 现在我母亲就是早上 就是四点钟起床 到我们下面的居住里面 它比如那个麻叶嘛 就给那个麻叶 论人的那那那那那论叶 它有麻叶的意思啊 它特别别习惯 然后割回来 然后把它切碎切碎 就拌一点点鸡鸟 然后差不多 还过一两个月就能吃 是骨子的 啥时候割稻子啊 割稻子也快了 差不多这个天气 差不多三四天就割了 还有割了没割 还有割了没割完 我总共上次割了一点点 早两天 所以现在还有八千米 什么时候请我 两个人给你帮忙 嗯 下次我那个骨子一熟了 这个这个天气啊 不差不多一会星期就要吃 好电话 好电话 放到 叫我哥哥老郎一起给你帮忙 哦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我们都很久没做到 还有就是那个 地球欢迎你吗 哦地球欢迎 地球春欢迎你 地球春欢迎你 哦 哦那鸡子小狗狗 还有鸡 来竹 元宝 对不对 还有这么多要照顾 这么多要照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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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出来的地球 现在是没人在那里 所以 那些小动物也是一小就活活的生命啊 是啊 下次要咬得白白胖胖的 我们我又过去 它就没发发的 你下次过来带一下 我过来了 要来要去 我跟你下次过来看 我们那个小男主 白白胖胖的 是啊 天天都吃银滚滚的 哈哈 是啊 我看它挺被吃的 长大了 像那个动物 被吃的就长得快 像我那鸵鸟啊 然后那是鸡啊什么的 都会吃 主要都会吃 我们狼哥给他吃一饭 煮牛奶 哎呀 你给这么好的待遇啊 嗯 像我 我都没这么好的待遇 我就是吃白米饭 买个奶的给他吃 对 你要买奶的给他吃 实话跟你讲 我都没这个待遇 你知道吗 白米粥煮牛奶的 是啊 所以说吃的真的是胖不足 是啊 我们一出门 就惦记那些 就是小男哥 有没有饿到啊 什么的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啊 对吧 准备多久半酒洗了 你说还没办 就问我们 是不是 我是说现在要 是你们给我找 还是 肯定你先啊 你说我八个肯定你要先找啊 也不一定 反正我现在 我是我洗 我现在白米粥 我们要下个月 29月20号 生下来 嗯 一二一号 是不是双洗你们 我就是家族一起做了 然后到年底 在年底就是小宝宝出生 然后做 做做酒 然后我姐夫也做 好吃吃刀嘛 对 双洗凌门 二哥这个主意不错啊 双洗凌门了 挺好的这样子 那你呢 你们是多久的 嗯 那你先办 对不对 那要是先来后到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起呢 有办嘛 我们又是 呃 你双洗凌门 你也双洗不 我们没有双洗凌门 是不是 你肯定你肚子没坏了吧 我差一点吧 差一点 我看了 很坏了 我说差一点就是很坏了 给你也差一口气 哈哈 那很坏了 那二郎 反正现在 生 生长马爪的 呦 马上就过年也 也抱着小宝宝了 那今天也想帮我汗 哈哈 有点压力啊 哈哈 反正我们现在也是 有四十多岁了 像以前样的 别人四十多岁做爷爷 你看现在我们四十多岁来做父祖 所以我们还要努力 还要加倍的努力 但是一晚也见孩子 人还是说你爷爷 哈哈哈哈 别真是说你们是带着 是不是 还是见父亲 做爷爷 不是 那不熟悉的人 叫他去见孙子嘛 你叫他 叫孙子嘛 熟悉的人叫儿子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 现在这个年代怎么样的人都有啊 是啊 就是说缘分嘛 缘分有晚有早嘛 所以我们的缘分就是太晚了 要是要早一点 我们现在就是说 享福了啊 都在家里面当外公了 你叫你们以前不懂的 早点找老婆 他不是 不是说早点找 就是他缘分没到 尤其说话不是说 有缘千年来享福 无缘分面都不相同 所以我跟你说 二哥现在可以啊 一句一句的诚意 说得六了 港场的 对 对对 那也是也是真诚意 说起以前样的 我也谈过很多女孩子样的 都是美美情 那就是靠用干费 二哥说实话 我们二郎要跟你好好学习 我们互相一起学习 我有爱郎有爱郎的优点 我有我的优点 我们大家都要互相学习 不问口才啊 各方面啊 二哥你都 哪里来的都不行 反正各有各的 各有各的文化 各有各的口才 我跟你讲 多走动一下 多教一下他 对 是不是 对 好兄弟嘛 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 你也说都教教我 也不要忘记我 他教你 你教他好不好 那你教我 你肯定你也教我 你算是干活啊 干什么说话 你还说的 现在也是也挺没说的 有时候我还说不过 真的 他觉得那一项 我们还真的 这一点跟你是认识的 还是 我也是在加盟干人工 又没出去过很多 其实我经常跟他讲 你见过你的失眠 你还出过 你还出去听你说 你还以前 得过什么 英雄救美 对不对 你还得过荣誉奖账 是不是 我 要是我在外面打工 那样的 我打工 你也 我打工 我没学过一套 打不过别人 对不对 要是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去救吗 要遇到这个事 说起来 也要 是 出啊 所以说 听笑而出 有部电影是看的 让剑 你看过没有 是不是那个 只要你打不过别人 你也要让出那把剑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不能说 那个可能在马路旁边可以救 在湖里面就不能救 你干鸭子 把救完 是 我记得给你 阿牙子 万一马路上有个棍子 会 棍子 放到板子 对 那 他跑到中心里去了 我就会家伙叫别人 叫年龄 那到底是你救他 还救你 万一 但是 有人听到他就一起做救了 是 所以没人看他更好 嗯 所以 看他更好 嗯 所以没人 所以说 人生就是说 要 要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该出手的时候 该出手的时候 必须要出手 对对对 下次欢迎爱了 到我家里来 多走动 我们永远都是 是是是 说起来 不用说重复的 两头 是是是 那是真的是南载的缘分 好 这支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